大家好啊 昨天9月8号 这个有一本书在网络上开始预售 这本书叫什么呢叫姚贝娜 一个用生命割成的女孩 这是一个关于姚贝娜的一个传记 她预计在姚贝娜41岁的生日就是9月26号那天 正式发行 然后昨天开始进行预售 大家知道2015年的1月15号 34岁的姚贝娜在深圳去世 今年呢是她离开人世的第七年 当年姚贝娜取得了许多人的喜欢 那她去世以后呢 还把自己的圆角摩军线 留下了很动人的一个事迹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这个聊聊这个姚贝娜 姚贝娜是哪的人呢 她是武汉人 那她是1981年出生 她的父亲呢叫姚峰 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副教授 而且后来是到了深圳 担任了深圳音乐家协会的主席 你包括这个好多 好多的乐手啊都是她的学生 比如周比畅 周比畅当年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弟子 这个谁 他的妈妈呢 叫李希敏 也是一个优秀的这个歌唱演员 所以说从小出生在这个艺术之家啊 姚贝娜从小就有一身的艺术细胞 从四岁开始 啊在他爹妈的培养下就开始学钢琴 而且就体现出了超强的音乐天赋啊 九岁的时候 他就能登台演唱 对吧 因为他的爸爸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嘛 亲自教他 所以说从小的这个艺术功底非常深厚 九岁就能登台演唱 而且当年参加各种的少儿比赛呀 确定拿奖 就人家说你看这家孩子那么好 姚贝娜就是别人家最厉害的孩子 从小就那么优秀 然后1997年 当时这个姚贝娜16岁就考上了武汉 音乐学院服务 叫他爸爸亲自教他 就正经的 系统的学习专业的音乐知识 当时美声通俗流行 就三个三种的唱法都学 音乐素养是越来越高 他当时还就当时清歌赛嘛 在湖北赛区进行通俗唱法比赛 他 得到湖北赛区第2名 然后到1998年 他爸爸不就调到深圳工作吗 这时候他就和另外一个老师叫冯家慧 学这个民族声乐 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呀 每次考试什么 专业业余呀什么那个 这些 都是第一 一直是第一 后来他们老师说不行 说咱们武汉这地儿还是有点小 你 你应该上更好的一个学校 考什么呀 让考中国音乐学院 然后2000年9月 姚贝娜也非常争气 真就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 那一年啊 中国音乐学院在全国工艺才招什么 才招15个 全国才招15个 姚贝娜就是其中之一 前途无量嘛 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 然后在这里呢 更加倍的学习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对摇滚乐和流行乐 又被感兴趣 别看他当时学的是民族声乐嘛 到了北京 摇滚之都啊 对吧 各地遍地都是酒吧的流行歌手 演出的这个场合也多 接触的人也多 他在上学期间 就在各个酒吧也唱歌 自己挣自己生活费 不需要爸妈养 在北京嘛 他这么好的音乐素养 演出场合就多 然后他就慢慢的就是有点小名气了 老师也喜欢他 后来有一个他遇到一个姓马 那个老师 说你得那个 什么吧 我给你介绍介绍 你上哪吧 海证文工团嘛 他毕业以后就进了海证文工团 就成了这个独产演员 啊就挑大梁嘛 去的独产演员 小姑娘长得又漂亮 声音又好 挺好 等后来在海证文工团期间 姚贝娜就是单位推送嘛 那会参加专业组的清歌赛 他当时就获得了通俗唱法的第二名亚军 流行唱法的冠军 成绩是非常好啊 然后海证文工团 重视了 以为他是 下一个啊 宋 这个小宋 进行培养 对吧 可是在这会儿呢 姚贝娜忽然有点退役 为什么呢 因为海证文工团 是组于这个国音乐团 他对一些个节目 参加什么演唱歌曲 都要进行过审 都要唱一些个 什么那样的节目 要上更大的舞台 可是姚贝娜是一个流行乐手 年轻人 他不喜欢更多的约束 所以呢 他想要这个辞职 想要自己去这个单飞 开始他爸他妈就不干了 他妈他爸他妈都体制内的 说你这上了海证文工团了啊 你就是按照正规院 这么院团的发展走吧 他辞职 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 后来他说就铁了心了 说不行 说这种生活呢 约束太多 我就想自由发挥一下 他爸他妈实在拦不住 第三次 辞职 离开了海证 后来他刚开始去了哪 就香格里拉酒吧 在香格里拉酒吧科障 当时他那会儿 呃 并不是太太好啊 因为他那个 他是一本正经的唱歌的人 他不像有些个歌厅里头 会气愤的 I really body one two 就这样的歌手啊 他不会搞气氛 他就是安静的唱歌 所以说他那会儿 挣的并不太多 一晚上就是最低的 演出费吧 一二百个钱 可是他很锻炼自己 他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的什么 后来他发表的一个个人专辑 叫来不及 然后2010年 可是他这么打拼 这么什么 2010年 他终于登上了春晚舞台 他演唱的一首什么歌呢 叫我要歌唱 啊 他觉得应该是2010年 应该登上春晚舞台 应该前途无量了 展翅高飞的时候 厄运来了 2011年 姚贝娜到医院检查身体 忽然查出乳腺癌 治病的打击呀 事业刚要成功 年轻人小姑娘 查出乳腺癌 当时是非常什么的 后来他爸爸就知道吗 说他说他 说他都不说 时时顾及别人的感受 就怕麻烦别人的 都没干了 爸爸麻烦 就自己升扛 后来等他这个乳腺 大家知道啊 就是早期呢 有治疗的希望 他这病发生早期 就医院发现了 就很快给他做出了这个切除手术 还有整成再造手术 手术当时治疗非常成功 就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 姚贝娜就感觉到了 重生也融起了 生活的 这个生活的勇气 这个时候 刘欢找到他 没什么 当时就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 叫真欢站 刘欢是负责这个真欢站里的作曲 然后刘 刘欢就邀请姚贝娜 邀请他制作就是录制真欢站的歌曲 当时姚贝娜在恢复期 就说就说身体 不能太劳累 他爸爸妈妈坚持不让他录制歌曲 当时刘欢也说说如果你身体实在不行 咱不唱 如果身体行咱们就可以唱这机会难得 然后他们就问了当时的组织医生 组织医生说没事 说你可以不能太累 你也可以像正常一样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不要太累就行 这样姚贝娜就唱了真欢站的片头曲 这个叫红颜杰 还有插曲 图斯曼 对吧 电视剧出了以后 爆红网银屏啊 姚贝娜 跟着唱的歌也红了 可是许多人不知道 对吧 歌红人不红 姚贝娜前期就这样 包括他登上春晚都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 就当时就是歌红人不红 他好像前期没有明清明的事 然后等他那个在休养期间呢也没停脚步 2012年他录制第二张专辑叫什么 小头发 然后就到了2013年 大家知道2013年他参加的那些中国好声音 对吧 他一唱歌 那应转头 他们一转头 说他就是唱真欢传那个人 大家才知道 说他唱真欢传 他当时在这个舞台上唱了什么叫 也许明天 大家看姚贝娜最后那个 都能帝修潜的高音 就体像生命的不屈那种抗争 打动全场的观众 包括电视上电视下 姚贝娜一夜之间 明满大江南美 可是姚贝娜 大家知道当年的选秀节目可都是卖惨啊 编各种故事 你看姚贝娜当时没有怎么说 没有说我得癌症了我从这没有那么说 对吧 参加完中国好声音姚贝娜就名声大振 然后就开始就不停演出 就越来越忙了 就太重视 就整个的奔波 后来那就因为他太忙了嘛 他就 太拼命了这孩子 他也没去定期复杂去 就这个他的主治大夫 姓曹 曹英明大夫 好几次说你得来复杂了呀 就你不能太累呀 包括爹妈 包括刘欢 那英都说你不能太累 可是 他这一什么天 可能姚贝娜也是这个 这孩子太要强了 前期就怎么着都没有这个 出名 有没有说大家认可 现在自己终于出来了 我要让我音乐上 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这种执念 他就也不复杂 就这么演 就这么远 等后来啊 到了2014年 这个大夫就不干 这大夫说你必须得来复杂了 2014年6月27号 主治大夫曹英明 把这个姚贝娜给 打两个声吹了 一检查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和肝脏 就是巨大 就是巨大危机呀 这曹大夫赶紧和这个姚贝娜的爸爸商量 说不能再演出了 赶紧化疗 姚贝娜当时就问嘛 说如果化疗 我有没有治痊愈的这个希望呀 大家知道如果癌症发展的那个时期 痊愈基本上 除非出现奇迹 是很困难的 这大夫虽然没明说 他也知道 可是要做化疗 做化疗有延长生命的可能 可是就面临你不能演出了 你就要掉头发各种怎么的 姚贝娜 这个这个人当时就是 真是用生命歌唱 说我不做 我不做化疗了 我 就有句话叫 自古美人如名将 是不许人间见白头吗 我趁着我还有这个生命 有活力这一天 我要把我所有的生命用在舞台上 姚贝娜就不对 就拼命的工作呀 就大家从朋友圈从各方面 就看着天天满年飞 这还有一丝力量 他就在舞台上演 2014年底他在舞台上演唱的一首《鱼》 他演唱《鱼》那会儿大家就看到了 他唱完之后一本诗都就可写了 终于啊 这个 到了2015年的 1月16号 姚贝娜因为五线复发 一之无效啊 然后走到了生命的中间 那一年 他33岁 可以说是天度英才啊 姚贝娜离世以后呢 就无数歌迷是悲痛万分嘛 大家一个是痛惜的红年薄命嘛 这么年轻 刚刚开始什么了 这就这就去世了 而且姚贝娜最后拼命的这么唱歌 啊 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就留给了大家 呃 姚贝娜去世以后呢 当时就把自己的演讲模 捐献出 姚贝娜去世时好像有有直播啊 大家都非常伤心 他也成为了 第694位演讲模 捐献者 他把功名 啊 留在了人间 后来等他的 他去世以后呢 他的爸爸妈妈 也是 这个 把姚贝娜的遗物进行了 义卖 卖完以后呢 得的所有的这个款项呢 全都捐款了 捐到这个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成立一个叫贝娜音乐教室 就希望把他音乐带给远方的孩子嘛 2019年 他的爸爸妈妈还把姚贝娜那些演出的钱 捐出了300万 在武汉的音乐学院建立了姚贝娜音乐奖 啊 然后就是个 呃 还有 像他和那个捐献演讲模这些东西啊都记得在一起 然后用于纪念他的女儿 姚贝娜虽然是这个 去世了 那可是等他的这个 呃 他这些事 啊还在这个 大家在流传 姚贝娜 咱们也知道姚贝娜这个 这本书啊专家创作过程中也得到这个作者也得到像唠仔呀 当年唠仔呀 谭美维呀 吕纪啊 这些人大力之士 他们都回忆了姚 姚贝娜的一生 姚贝娜的你包括徐北东老师 还是管他叫姚一遍 说他一遍就过 啊 许多人都记录 呃 都拿出了姚贝娜当时的照片呢 他讲述了姚贝娜当时的这个 啊工作生活的状况 所以说姚贝娜呢 虽然红颜薄命 可是他呢是真是有那句话叫生猪下滑般参烂 啊在他青春大好的青春时间他曾经那么绚丽的绽放过 他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那么好的形象 啊有的人的生命不在于长短 在他有质量姚贝娜在极端的这个生命里其实活出了他的非常高的质量 所以说他带给留个大家都是一个美好的一面啊 咱们也是希望姚贝娜在天堂 啊越来越美丽 纪念姚贝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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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